我们知道 你带着伤 跌跌撞撞地来到这里 你其实舍不得孩子受伤 前方是通往调解的路 让我们陪你 让那些刻在你与孩子心里的话 好好被倾听 你好 那最主要是因为 你们提了这个离婚的诉讼 那离婚案件 我们不会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那我想说先了解一下 以我自己是职业律师的这个角度 通常我们跟当事人解释说 一个家庭婚姻的案件是 调解要先行的时候 当事人都非常抗拒 非常多当事人都跟我说 装计说我不要调解 我跟他就是无话可讲了 我今天才会来请律师要上法院 要告他 或者他们以为调解只要来一次 做个刑事 然后以为调解 要劝何不劝离 但我们会试着跟当事人去说明 为什么家事调解是必要的 我常跟当事人讲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这也许是最后 这辈子最后这个机会 你跟他可以坐下来谈 试试看这个最后机会 因为我们的损失不大 为什么 我们法律规定条件是四个月的时间 你顶多就是用四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可能可以避免到 未来五年的官司 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并且一旦进到审判这边 律师费当然也会比较高 大家进法院都好像在打仗 就是都很戒备 然后就很怕多说什么 就会输 或者是也不能称赞对方的好 大家都是来打仗的 但是调解是 希望他们可以看清 比如说离婚好了 看清楚为什么要离婚 那除了夫妻双方 有一些冲突跟状况之外 孩子在这个状况中 其实他们有很多身心压力 是父母照顾不到 他们可能只看到自己跟对方 孩子在纷争中是最悲苦的 他讲不出来 多么盼望爸爸妈妈能和好地爱他 可是另一方就因为大家不快乐 就把他占有 因为我们很多的父母冲突都是 透过会面的方式 我不让对方看孩子 把孩子当作一个工具跟武器这样 那其实孩子在这当中很受苦 可是相对的孩子的爸爸妈妈 很多年没有看到孩子 他心里的渴望 他心里的痛 所以离婚 我们为什么要把亲子关系绑死在诉讼呢 我们要不要在调解里面来保护他们 家是调解最立即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们会安排安全 以及事先有心理咨询 社工师啊 心理师啊 专业的辅导人员带领他们练习 会面交往 让孩子在里面跟爸爸或妈妈 能够很自然地互动 那个占有担心的另一方 他看了几次以后 他也觉得孩子那么快乐的跟着妈妈或爸爸 他就慢慢放下来 他也愿意把他带出来 所以我们很多亲子会面的送征 最后就是和解调解 也不用强制执行 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家里 在他们互相的生活场域让他会面 所以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理念 我们在谈离婚不单情 你们不是夫妻关系 但你们永远是孩子的父母 我们这里不是一个胜败 不是说在这里多释出一些善意 我们就输了 其实关于关系的这个部分 没有胜败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是一百分的爸爸或妈妈 或先生或太太 在调解其实比较能够去讨论一个 符合孩子符合你们的方案 不是说一定要和 但是就是分也要分得好 那这样在面对未来的生活 甚至是未来的关系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你们一定不要忘记勇敢的走到家室调解来 我们会用最支持温暖的来帮助你们 所有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 来协助你们走出人生中的困境 谢谢你选择调解这一条路 与自己与孩子和解 你永远是孩子的爸爸妈妈 再小的共识都是开启未来的关键钥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